哈喽大家好 我是宋彦森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毛工总完状鬼经之箱子 男主在建筑公司工作 这天他受到某个世家的委托 前来拆除他们家带带相传的一个仓库 在拆除前 男主事先来踩个点 据这家男主人称 这个仓库已经有百年没有被打开过了 而且男主发现 这家主人形式怪异 他似乎是很害怕靠近这个仓库 只是把钥匙给到男主手中 他竟谎称有事 灰溜溜的跑掉了 男主打开仓库后 明显感觉到一阵冷风直吹头皮 当他进入这个上百年 也没有被打开过的仓库后 让他立马有种仿佛置身于一空间的错觉 男主拿着相机 在四周拍了几张照片后 他看到了一本落着很厚灰尘的书 他随便翻了几页 发现这是一本仓库除物济世部 在一楼摆放了很多杂七杂把的东西 但男主注意到 在二楼就只写着一个箱子 男主很是好奇 他在附近找到了上二楼的梯子 就这么的上二楼再查看一番 二楼空间也不小 四周空荡的呢 只有中间摆了一个箱子 男主看了箱子一周 发现居然没有能打开箱子的缝隙 接着他又拿出了箱子 从这箱子四周照了一通 这时他才发现 这二楼的布置怎么像古代的祭坛呢 回到单位后 男主对领导反应了这件事 当时他们谁都没有太在意 晚上男主看了自己在仓库上的照片时 他发现照片上有很多光圈 他以为是光源一类的东西 因为这里每张照片上多少都会有些 隔天回事公司搬走了仓库里的东西 不过因为无法辨别二楼内箱子内的东西 他们并没有收走这个箱子 然而屋主最希望的就是把这个箱子给弄走 仓库都要踩了 箱子不拿走的话 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所以他又多次找到了男主 无奈 男主只好又回来求助领导 但领导态度坚决 让他不要再惦记那个箱子 男主只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又看起了昨天的照片 不过这次他在照片上发现这个光圈 怎么又多了呢 而且从这个箱子向四周散发的光是怎么个事 可能是因为看这个箱子看得太认真了 男主再回头试 竟把自己身后装资料的箱子 看成了是那个怪异的箱子 还把他吓着一跳 为了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个事 男主晚上开车又来到了仓库这里 男主打着手电筒来到了二楼 发现这个箱子还是老实在摆在这里 可当男主要抱起他的时候 箱子中好像是有东西一样在动 把男主吓得又把箱子放在了原地 他则吓得连滚在把他跑出了仓库 出来时 男主遇见了同样惊慌失措的这家主人 这家主人只知道这个箱子是从江户时代开始 就是他们家代代相传的祭祀物 具体里面放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因为他从小就被告诫 不可以靠近这个箱子 也不可以碰这个箱子 第二天 男主把一切都告诉了他的领导 因为领导是有对付这种事的神奇力量 领导称 这样的箱子在以前是很常见的 但是这么厉害的箱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的 他觉得这家主人也一定是感受到了这个箱子的力量 估计诡异的事件从小就没少经历过 所以才会这么着急的把它运走 但领导又称 他们家族的兴盛和这个箱子是有很大的关系 虽说把这个箱子搬走 可以避免箱子带来的影响 可是他们家族强行用这个箱子预制的一些东西 可不能让他来偿还呀 说着领导准备打开这个箱子 想看看里面装的到底是个啥 就在他准备下手的时候 箱子自己开了 男主顺势拿走了箱盖 发现里面装的竟然全是左手 同样看到箱子那东西的领导称 果然是想得到与之不相匹配的繁荣 往往都是需要牺牲的 这个家族之所以会繁荣至今 应该都是靠这个箱子内的祭祀物 那么事情终于都弄明白了 领导的心情看似不错 不过男主从中看到了三只会动的时候 又把他吓了一跳 可领导却有些惋惜的成 只剩下三个人了呀 之后领导也同意把这个箱子收走了 然而在这个箱子被收走后 这个家族便不再那么兴盛 而是越来越倒霉了 领导把这个箱子放在了他们公司的办公室内 位置就放在了男主的背后 男主有些搞不懂 领导为什么要把这么恐怖的东西带回来 但我估计是 他的领导显然是懂这方面的 他之所以带回来了 这个能让一个家族兴盛很久的箱子 那么是想着这个箱子被带回来后 也能让他的公司兴盛很久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喜欢的别忘了点个关注收藏转发 我们明天再见吧